盖帮第一高手是谁 不是乔峰 黄荣 而是水泊梁山的他 随着金庸的武侠著作越写越多 身为读者的我们赫然发现 金庸的武侠小说并非一座座孤岛 而是同属一个武侠体系 尤其是金庸发行了新修版系列之后 他笔下的盖帮高手更是身处同一片蓝天之下 原来在新修版的《射雕英雄传》里 金庸借着黄荣如此说道 想当年盖帮乔峰乔帮主在剧前庄独占群雄 又以降龙二十八掌在少林寺前打得重魔头望风远盾 眼门关前逼迫七单皇帝折剑为盟 不敢难清 真实何等英雄 显而易见 在金庸巧妙的改动之下 天龙八部竟能和射雕英雄传前呼后应 既然如此 谁是金庸笔下的盖帮第一高手 先看黄荣 黄荣从红气功那里学会了打狗棒法 打狗棒法总共有三十六路棒法 还有半批 缠 戳 挑 隐 风 转八绝 打狗棒法变化多端 和黄荣聪慧机敏的性格极其相符 加上黄荣又得了拳头的九亿真金 曾在神雕的开篇和郭靖一起狂笑 原文学道 郭靖的笑声雄壮宏大 黄荣的却是清凉高昂 两人的笑声交织在一起 有如一只大鹏一只小鸟并肩齐飞 越飞越高 那小鸟竟然始终不落于大鹏之后 两人在桃花岛潜心苦修 厉厉以真化尽 双笑其作 当真是回想九天 声闻树立 单从这段原文来看 黄荣的内功境界丝毫不弱于郭靖 但金庸笔下的女主大多弱于男主 黄荣也不例外 纵观射雕三部曲 黄荣的武学配置不低 但捉金剑肘的实战 显然无法让黄荣 躋身为丐帮第一高手 再看乔峰 他虽然像段鱼那样捡到神功秘籍 也没有像虚竹那般 卸护了前辈高人 但乔峰在金庸的笔下 有欲强则强的特殊属性 金庸也在原文里直接点名 乔峰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武学器材 任何平淡无奇的一招到了他的手中 都能化腐朽为神奇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乔峰为何能再具显状 邵氏山以寡敌众以弱胜强 就连天龙第一人扫地僧 也被乔峰打得肋骨断裂 口吐鲜血 新修版的天龙八部 更是强化了乔峰 原来是乔峰山凡 就前改良了降龙二十八掌 这才有了名阳天下的降龙十八掌 作为降龙十八掌的创始人 乔峰算不算的是盖帮第一高手 根据金庸留在原文里的暗示来看 盖帮还有一位高手胜过了乔峰 众所周知 金庸的大部分著作都沿用了真实的历史 在《射雕英雄传》里 金庸将主角郭靖设定为梁山好汉 在人贵郭胜的后代 除此之外 金庸还屡屡提及水泊梁山的其他好汉 原文学道 前长老暗暗吃惊 当下一晚被规矩让过三招 刚仗一招秦王鞭石 从背后以肩为之 扳机而下 使的是梁山坡好汉鲁智 身转下来的风魔杖法 从这段原文可以知道两件事 一 梁山108位好汉客观存在于金庸的武侠世界里 二 鲁智深的风魔杖法为何会传到了丐帮 一种可能就是 高求害死宋江之后 四处追寻梁山其余好汉的下落 力求斩草出根以绝后患 危机四伏之下 鲁智深转投了丐帮 那门风魔杖法自然也跟着传到了丐帮 鲁智深若到了金庸笔下 他的武功虚为能否胜过乔峰 先看乔峰 乔峰那时背着阿子 道长白山挖人身 无意之间遭遇了猛虎 原文学道 乔峰一掌使出了弃城功力 但这头猛虎头肩鼓酥 这一击烈石开背的掌力打在头上 居然只不过摔了个筋斗 又急扑上 乔峰弃城的掌力居然打不死一头猛虎 只是让其摔了个筋斗 反观梁山好汉 喝得酩顶大醉的武松 曾赤手空拳 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鹅虎 而鲁智深和武松 同为梁山的十大步军 头领之一 齐句一听的排名 还比武松高了一位 的确 鲁智深虽然没有打虎的壮举 但又让他施展神通 他照样也能赤手空拳 击毙猛虎 毕竟一力降实惠 鲁智深那道把杨柳的劲道 可是有千斤之力 夹着在水浒传的原著里 鲁智深还升起了芳辣 而芳辣到了金庸的笔下 竟是名教的某一人教主 可身怀乾坤大挪依的芳辣 竟会被鲁智深升起 可见鲁智深的武功修为 更是超凡入胜 他明显超越了乔峰黄荣 乃当之无愧的丐帮第一高手